我知道今天妆容有点尴尬 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这就是一个美妆博主的日常 当你在脑子里面想象的是卖家秀 然后你画出来以后就变卖家秀了 Hello大家好我是Lind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很多小伙伴都一直在要求的视频 就是谈一谈被我铁皮了的那些彩妆们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我的这些宠妃们 有的已经被打入冷宫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聊一聊的 其实我的彩妆试的很多嘛 而且我又不是对彩妆特别妆长的那种 所以我的铁皮不是很多啊 我们就看到哪个说哪个好了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Wet and Wild Color Icon Bronzer SPF15 它说的是bronzer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高光 这个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也有提过很多次 它就是这么一大盘的一个高光 但是这个高光它非常自然 它属于不像高光的高光 今天我也有图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但是这一个呢就是如果别人不告诉我的话 我绝对想不到这是一个高光 我会觉得它是一个粉 或者是我看它的名字 我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bronzer 虽然这个颜色任何肤色我觉得都不能自我修容粉 但是绝对不会想到它是高光 但是你涂上以后呢它就是特别特别自然的高光 我一直都说这个非常适合学生党或者上班族 比方你的工作单位非常保守 你可能不想顶着一个大高光去上班 但是这个能给你一个特别特别自然的光泽感 很多人都说这个粉比较粗啊 但是它虽然摸上去这个粉质很粗 但是你用刷子把它晕开的话 一点点都不会有那个粗糙感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惧怕这个质地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款高光 这个在皇帝的妃子里面就好像 那个很不起眼的才女 就是你一开始看到它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你经过了解以后 你觉得哇真的很惊艳的感觉 这个已经是我的第二支了吧 这个是贝林飞的普攻音粉 大家一定已经获胜了很仿红的一个产品 普攻音粉可能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支腮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支已经被我用到基本上快见底了 这一支粉特别好的地方呢 在于它的颜色非常自然 你如果是新手的话 你用它的话绝对不会出错 你即使不知道那个腮红该往哪涂 你就整脸涂 都不会觉得好像整脸都是一个大红脸 像猴屁股 No 它就是会在你该有腮红的地方 给你显一点点气色 其他的地方你都看不到 有那个腮红的痕迹 就很奇妙 非常非常好 很值得推荐了一个非常适合新手的腮红 所以我也是非常爱它 虽然现在不怎么常用了 但是还是很推荐 这个就好比皇帝的初恋 就是在懵懵懂懂还不怎么懂事的时候 接触到的第一个女孩子 然后疯狂的爱上了她 这一支我也介绍过很多次 现在应该已经没有卖的了 是By Beauty的一个套装 是我某年的黑五买的套装 它这三个颜色只有十刀 所以非常的超值 然后这个东西呢 我就一直把它放在包包里 因为它有三个颜色 所以不管今天我是什么样的妆容 我都可以找出来一个颜色补妆 这里面呢还给你带了一个小刷子 就可以补妆用的 但是我有的时候呢 就直接拿指头这样 我知道很不卫生 但是OK啦 无所谓 然后它这里面有三个颜色 一个是裸色的 一个是粉红色的 还有一个比较深的红色 我最喜欢的颜色 就是这个比较深的颜色 这个裸色我一开始想 可能是会用的最多的 但是其实它这个颜色有点浅了 我觉得对我们黄皮的妹子 这个颜色也还行 但是这个颜色上嘴以后 是非常显气色的 这个颜色叫Tanning 所以如果我可以找到正装的话 我会把这个练在下面给大家 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它那个质地呢 就是非常好晕染 你就是用刷子涂的话 也不会跑得到处都是 然后用手指涂呢 就更简单了 就稍微晕一下 就显得气色非常好 所以我很喜欢它 一直把它放在包包里 这个就相当于皇帝的 那个贴身宫女 就是虽然也不怎么出众 然后你有时候也不会想到它 但是就觉得离不开它的感觉 就随时都得在身边 下一个宠妃是这个小东西 叫Pig的一个牌子 它这个包装非常特别 第一你看它是小小的 然后你就把它推开 里面呢是一个润唇膏 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其实这个东西 我并不能说有多喜欢 这个是我在神秘礼盒里面开出来的 然后我就觉得反正有了嘛 就用吧 现在我就把它放在我的洗手间 早上的时候最后一步 需要润唇的时候 就把它拿出来润唇 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多喜欢 但是也不难用 反正就有了 就用吧 这个就好比老佛 怼给皇帝的那个妃子 虽然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呢 出于礼貌也用一下 用一下 好像不太对 宠一下 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 非常网红的产品 BECA的 Shimmering Skin Perfector 它是这个样子 我其实有好几个色号 这个色号是OPPO 有的妹子可能觉得这个颜色有点深 她们都比较喜欢用MOOSTONE的那个颜色 但是其实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颜色的 这个颜色我觉得夏天用非常非常的好 就给你一个那种古铜色的 好像被晒过的感觉 就特别好 所以我还是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这也是这个产品里面 我唯一铁皮的一个色号 这一支高光呢 就跟这一支是完全相反的 这一支就是特别bling bling 特别闪非常的扎眼 然后你涂的方法对了呢 能闪到宇宙外太空 所以这个就好比那个 非常让人惊艳 非常美的皇帝一看了一见钟情的那种 平时衣着首饰也戴得非常华丽 然后特别嚣张跋扈的那个贵妃 这一支虽然不是一个铁皮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讲应该也OK吧 它也是见底了的一个产品 就是NYX的Dark Circle Concealer Corrector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呢 有一点橘色的如果我黑眼圈特别严重的时候 我就会用它涂在我的遮瑕膏下面 这样它的橘色就可以跟我黑眼圈里面的蓝色中和一下 所以就能够比较有效的消除黑眼圈 我的色号是median 其实如果再生一个色号应该也可以 我这里有个眼睫毛还是眉毛啊 它非常廉价但是很好用 就是你把它敷在眼睛下面 它不会卡粉啊 也能够很有效的中和黑眼圈 就是能够达到调色修容的目的 所以我非常喜欢它 这个就是那个非常善解人意很贤惠的林家女孩 也不要求什么 反正就是默默无闻的为皇帝奉献 这一支 这个在我上次的空瓶里面也有出现过 专门把它留下来就是为了这支视频 就是Physicians Formula Butter Bronzer 它到现在还是很香 虽然没有刚买回来的时候那么香 但是大家已经看到 我已经基本上全部大铁皮了 很多人都说能把这么大的一盘修容粉铁皮 真是很了不起 但是确实如此 我基本上修容粉不用其他的 只用它 它真的就是颜色啊 还有晕染度啊 就非常好 那个粉质非常细 如果是新手的话也不需要惧怕 你涂上以后 即使是你觉得你可能出了错 只要你稍微晕染一下 马上就变得非常好 不用任何手法 不需要掌握任何技巧 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吐槽它 唯一我想吐槽的就是 当然这个包装现在已经坏了 已经扣不上了 这个倒是无所谓 但是大家看到 这里面它给带了一个刷子 但是这个刷子 我觉得谁用这种海绵刷子做修容啊 就根本没有办法晕染 没有办法涂 所以这个刷子根本就没有用 我知道很多药妆店品牌 都会带一个小刷子 他们假设你们都是新手 没有任何的很好的工具 所以呢 他们都愿意给你带一个刷子 这样可以方便大家 但是这个东西 因为有了这个刷子 所以它这个包装变得非常的厚 旅行呢就很占地方 它这个镜子我也几乎没用过 一般补妆的话也不需要补修容粉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鸡肋 就好好的给我们弄一个非常扁平的包装 然后就把这个修容粉弄到里头就可以了 别的什么都不需要 这是我唯一要吐槽它的地方 但是真的好爱好爱它 所以这个就好比这个皇帝心中永远的白月光 我们的皇后娘娘 不是乌拉娜拉皇后 是复杂皇后 OK 这个盘我也在视频里面给大家提过很多次了 就是Hourglass的 Ambient Lighting Edit Palette 这个盘呢 真的好喜欢它 Hourglass的东西我几乎没有不喜欢的 它们真的是一个品质非常好 不怎么容易踩雷的彩妆品牌 这个盘里面上面三个是粉 这两个是腮红 这个是修容 所以这上面三个粉呢 中间这个已经全部见底了 这个也全部见底了 就是这旁边两个 因为我扫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是三个粉一起混起来扫的嘛 所以这中间的粉呢 就扫到的次数比较多 但是这两个呢也已经见底了 两个腮红用的稍微少一点 但是我也有计划把它弄到铁皮 所以这几个产品我都有在用 而且都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Hourglass Ambient Lighting Powder 这个在视频里面也一直有跟大家说 这个盘是限量版 应该已经没有用了 但是它每年过年过节 都会出不同版本的这种六块的盘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没有试过 或者是想试他们家的东西呢 可以买一个这样的盘 这样的话可以试不同的产品 唯一一点呢 就是他们这六块盘呢 每一个量都不大 所以呢非常容易铁皮 但是我并不介意 因为我每次铁皮一样东西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东西用不完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西域来的姐妹花 非常的让人惊艳 非常的漂亮 皇帝也是非常爱 但是就是寿命不长 命太短了 还有三个产品 这个呢是叫ISH的一个品牌 是Fabfit Fund的一个自主品牌 这个叫ISH Contour Kit 我的色号是Light Medium 它其实就是一个高光修容盘 然后它这里有两个修容粉 这里有一个高光 这里有一个腮红 其实它这几个都不错 但是我铁皮了的是这个高光 这个高光其实蛮让我惊讶的 我一开始没觉得它怎么样 但是呢 我涂上以后呢 它也是那种不是特别的闪 但是就是很好看的一个高光 我觉得这个光太强了 好像不太显 但是真的很好看 而且它是这种粉粉的颜色 就有的时候你涂一个稍微自然一点的妆容 我觉得那种太金黄色的呀 或者是太闪的那种高光 觉得好像有点突兀 但是这个粉红色的这个高光就非常好 那这个粉红色其实也很好看 虽然它在镜头上我看的有点 没有那么粉 但是在现实中红中 它是一个艳粉色 然后涂上以后气色非常好 非常显年轻 所以我一开始对它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但是没想到还竟然把这个东西给用铁皮了 让我蛮惊讶的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不起眼的宫女 然后突然有一天被皇上相中 然后一步轻云的那种感觉 这个Tap on D的Light and Shake Palette 这个也是非常网红的一个产品 这个是我被Jacklyn Hill种的草 它非常喜欢中间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 它说用于眼睛下面铺粉是特别好的 我虽然现在不怎么用它了 但是那个时候刚买回来真的非常的喜欢 它是一个这种黄颜色的 所以呢在眼睛下面非常提亮 所以如果你黑眼圈啊比较严重什么的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眼睛下面需要很多的提亮呢 这个颜色是非常好的 对我们黄皮的妹子也是非常好 那这个颜色呢就有点偏粉色 就有点深了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呢就有点偏橘色 如果你真的想中和眼睛下面的黑眼圈的话 也可以用下这个颜色 但是你必须得要用另外一个粉在上面再铺一下 因为这个颜色是蛮深的嘛 所以它是不能单独用的 所以我这个颜色基本上不用 但这个颜色呢就完全可以 而且它粉质也是非常的细 据说他们现在已经有出单个的了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买单个的 就不用买这整个盘 当然这底下的修容也是非常好 但是一般修容呢 我就是会用这个butter bronzer 所以这个用的不多 但是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呢就相当于那个江南名记 然后有人就告诉皇帝说 这个女子有多么美貌啊 有多么的有才华啊 然后皇帝听着就心痒痒的 然后就下江南把它给收了 好了就到了我们最后一支铁皮了 这也是可能我铁皮的最厉害的一支吧 因为真的有很多支铁皮 就是我的Lorac Pro Palette 如果大家很早就看我的视频 知道我早期呢是经常会提这一个盘 因为它真的让我铁皮了很多 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 我基本上所有的颜色都有在用 上面一排是雾面的 下面一排是珠光的 当然它的缺点可能是有点飞粉 但这个我并不介意 因为我觉得很多质地比较柔软的眼影 飞粉飞的都还蛮厉害的 而且我觉得我的这个水平 应该也是可以很有效的 去解决飞粉的这个问题 其实也没多麻烦 你就用沙子蘸一蘸 然后把多余的粉撬掉就OK了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没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它的这个粉质真的是非常的好 非常柔软非常细腻 而且很好晕嚷 而且它的饱和度很高 你就用刷子轻轻的碰一下 就马上这个颜色的饱和度就非常的高 就让你很惊艳的 所以用这个盘其实得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它饱和度太高了 所以尤其是这种深色的颜色 如果你不想让这个妆太浓呢 一定要非常小心 因为稍微轻轻碰一下它就非常显色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可能是我永远的all time favor眼影盘 虽然现在不怎么用它了 因为毕竟有很多其他的眼影盘要试嘛 但是它这个真的是我心中永远的最爱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令妃娘娘 是我们皇帝一生的最爱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所有的铁皮了的一些彩妆吧 我可能还有其他的 但是现在想不起来了 因为我今天在找然后我就只找出来这些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吧 希望大家喜欢我演习工业的冷笑话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呢 希望可以多多的帮我点赞转发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及时收到我最新更新的视频 还有关注我的微博和inz在上面跟我互动沟通 那我们这一次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